除藍喉辣椒粉事件持續擴大 衛福部長薛瑞源今天也為此 來到立法院進行專案的報告 波朝朝野立委都質疑 政府的反應慢板拍 十安五環出現了漏洞 對此薛瑞源也強調 已經大規模啟動追蹤機制 全力的追查問題產品流向 未來對於邊境高風險的產品輸入的定義 也會一併檢討 陳建仁院長是同調 對吧 我也沒有說確定 我沒有確定了 不是非可操之在我 不是由我來確定 微笑平淡回應 徐人意願 衛福部長薛瑞源 4號前季立月被巡 畢竟蘇丹宏致癌辣椒粉 持續連環報 加上年前 台糖西伯特羅瘦肉機已云 近期食癌風波不斷 薛部長去留 備受關注 為什麼去年沒有一開始 就針對這樣子 採取一個更嚴格的措施 這個部分的話 的確我們當時 對於所謂的高風險的產品來講 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痛批政府抽驗反應 慢半拍 才演變成問題商品 流片全台 就連邊境管制高風險定義 和食安五環都要一併檢討 變成看起來好像 越來越多的原因 就是食藥組是大規模的 對於這個可能有漏網的 這一些產品的話 那啟動後 用這個追蹤的系統去追 坦承蘇丹宏 確實是系統系事件 但已經啟動追蹤機制 緊急補破網 而不只食安議題 國人高度重視 立月新會期委員會開跑 第一週也有不少重點議題 要為你打官 週三也將針對 開放一度移工 和附入旅遊團 停招衝擊檢討 週四經濟委員會 則要求經濟部 報告四月 恐將以來的 電費大漲配套措施 開出以來就發生了這麼多 不管是兩岸 或者是食安 或者是後面的經濟民生議題 這個我們國民黨團 當然會在立法院 努力的捍衛我們國人的權益 對於行政機關的監督 各黨團 超越各黨團 應該無分宣制 都要嚴加監督 朝野立委做足準備 委員會攻防戰 正式展開 謝謝台北 綜合報導